从5000公里外的新疆来到南昌 坐飞机只要4个小时 坐普快火车则需要近两天半的时间 而这位新疆的刘先生来到南昌调解 偏偏就选择坐火车赶来 为的是与他调解的另一方 刚刚离婚的前妻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这是离婚两个月来 刘先生和姨女是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不得不说刘先生真是煞费苦心 刘先生说了 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调解预热 好挽回前妻 这一路上她已经感觉到了好的苗头 但是姨女士却不是这么想的 她想错了 她理解错了 她是她 我是我 没啥意思 紧接着 姨女士又强调了一遍 想复婚 没门 既然姨女士已经坚定了分手的决心 为什么她愿意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陪前夫前来调解呢 她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煞费苦心的刘先生能否达到她想要重修旧好的目的呢 我们的调解 现在开始 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姨女士和刘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后悔 我来紧拍条件就是想挽回我起司 想以后好好生活 刘先生觉得有挽回的可能吗 有 我感觉到我对她一直都挺好的 我想到她不会这样的绝情吧 没希望 和场前采访如出一辙 姨女士对于前夫复婚的想法是拒绝的 姨女士说 走到离婚这一步 她是深思熟虑的 她的坚决让我们感受到了 她对和刘先生婚姻的失望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让这对已经携手走过25年的夫妻选择离婚呢 刘先生说 说来话长 这一切都和一套房子有关 90年结婚 当时结婚 在老家有一栋房子嘛 我们结完婚以后就到新疆去了 结婚的第二年 刘先生说 她和爱人就去了新疆 承包土地 开展生产 落户在了新疆 他们在老家的房子也就空置了下来 这时有人打起了刘先生这套房的主意了 那一栋房子我爸爸妈给我叔叔了 他当时想着可能我们不再回去了 他拿了一万多块钱也没说卖也没说不卖 那这一万多块钱算是什么钱呢 就是说你房子你想住着我回来了吗 就是房子还给给 但是不回来嘛 这个一万多块钱嘛 就是他拿到新疆去了 问题是房子呢 房子我叔叔的儿子住了 他一直就是正面没过没说一种刷法 可能是他爸给他一直说了 这个房子他卖了 卖给他熟了 明确一下是卖了 对 他没有说卖 回去留马年也没说卖 他拿他的签订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为了这个房子是我就给他说 但是从来一直没给他爸爸说 我就给他说 你老体为啥叫我的房子卖掉 当时减肥的时候 我就照着这散建房子去的 再说当时盖房子的时候 也中我们俩的木头嘛 我说你爸有这个权利 要卖我这个房子吗 我不敢再新疆多少年也好 家长也好 那是属于我的 最起码你卖的时候 你要给我说一声 他给他一直替他爸爸说 他说这个房子老点卖就卖了 他老了 他改卖 我说他改卖 那他改卖的话说 他到底在哪里吧 就为了这房子一直在整潮 我媳妇指导了以后就不愿意了 说是这个房子你拿了多少钱来了 然后我爸就说了 我拿了一万 当时一万四门一万几 然后这一万多块钱也给给我没了 实际上你了 你好好说给了没有 一万多块钱当时咱们 给了吗 给了给了一万多块钱 你再说给了吗 那你想一想 我不容想 当时为了这个房子的时候一直在闹 你老爹和你老娘一直撞那啥都不知道 白了你以后我说你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我说我绝对不通意 我说别说是一万五 你就三万五 我也绝对不可能通意了 当时给了一万一 我一万几 那是给你的 我不知道 哎呀你这个你自己想一想 你要行当心说话呢 在他看来 这事就不该这么做 那刘先生觉得呢 是不该这样做 他已经做了 没办法了 当时我也给他说了 我说行了 他是一个老人 他已经做了 我有啥办法呀 我不能去抓住 打他一对 你心里接受了 你觉得就这样吧 卖了就卖了 那父亲来 能怎么样呢 对吧 可是他心里有没有接受 当时看不出来 还看不出来吗 一直吵架 一直吵得这么多年 你看不出来吗 你真能看不出来吗 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老家的房子被公公擅自处理了 以律师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好多年以后 他老爹才八正话说了 为啥那时候已经闹得比青了 吵得也实在没啥意思了 就他老爹第一次送去的时候 四千块钱 第二次送去三千块钱 总共回来 拿到我们房子时 我就知道是七千块钱 其实他总共证买了一万锅 公公的随意 老公的无所谓 都让姨女士很无语 他想不明白 明明是自己的房子 怎么就突然没了 在吵过闹过之后 姨女士最终平静了 但谁没有想到 这件事竟然悄悄地 在姨女士心里种下了根 在漫长的十四年之后 这个种子依然在等待着冒头的机会 而且她一冒头 就吓了所有人一跳 到08年 那一年他回去了 回老家了 回老家以后 他要要这个房子 又重新提起来了 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的 我必须要要回来 我说那行吧 你等我回去 我回去 你现在那你不关 你一个女的带娃娃也关不了 当时他就不愿意 他要住到那个房子 我叔叔儿子也不愿意 我叔叔儿子给他吵架 这就弄得很难堪啊 连满年回去过 当时我走的时候 我说的 我说回去的话 我要要老家的房子 他就说 老家的房子已经说了 已经老爹卖过了 你还要 我说我不敢 你老爹卖的时候 是你老爹卖的 那是我的房子 我肯定有千里说话呢 最后我回去老家的时候 就这样你堵着气 就这样走的嘛 当时走了的时候 就是带着我们家儿子回去的 我是秋田回去的 秋田回去 在老家待了一冬天 一冬天的时候 他叔他们家人就一直闹 他们就经常没空完 一直在骂我 当时他叔的儿 完了以后叫房顶 全部都闲掉 下雨的时候 所有的被子 完了以后都临时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他逼着我 让我粘出来 让我出来呀 我一直就带着小孩儿 一直就这样人受着 一直拖 一直拖 真正在老家 我带着一年 一年以后才来解决 是的 后来我就和我爸爸回去了 我爸爸也说了 这个房子当时 我没有说是卖给你 我把你钱拿走了 现在他们不愿意 他们要回来 要要这个房子 当时是我错了 我没办法 我这个房子他要要 就这样的事情 闹来闹去 经过我们亲亲 经过我们一门儿的爷们儿 最后挑截 给我们赔了三万多百千 我决不了 这种一直到现在 我也不接受 你并不接受 用这种方式 不接受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在这个问题上 房子问题上 你除了对他父亲这样的 擅自处理有意见 你对刘先生的这种态度 也是我不能接受 接受不了 假如没有他回去这一趟 没有双方闹成那种僵局 你和你的父亲 会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为他解决这个问题吗 为他解决这个问题吗 会吗 当时要是不是闹那么狠 可能 这事就过去了 能过得去就过得去 可在刘先生心中 不过八万块钱 姨女士这招 可谓是分家部分手 不过姨女士也属无奈 房子的事情 其实让她看到了丈夫 对自己小家庭财务的无所谓 她不愿再受牵连 因此才决定要分家 只有自己有一部分钱 她的心里才踏实 可随后夫妻俩的问题 依旧没有结束 刘先生说 这一回就和这八万块钱有关 我们要买个车 我说行了 你既然说是你的钱 就是你的钱嘛 反正两个人嘛 在一块过 你的我的 都是为了家庭嘛 我说你把八万块钱拿出来 他同意拿吗 同意 在我同意之前前提之上 他警纪必须叫我指导 我说好 你指导就指导嘛 然后把这个车埋回来以后 第一年 对 我们一块去收账了 当时那一年嘛 还能 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第二年他就没去收账了 就是我收 然后收了以后 他也 我回来也给他收了 也给他报了 你好好地收账呢 一日年没给你报吗 就一三年那一年 是我知道 上下来之后 又恢复到从前了 嗯 所有的警纪来往 都是他自己管 但是来说 他明年到九天的时候 我说要不行的话 你要是管你自己的话 那我的钱 属于我的 那你叫我的钱给我 你说那八万块 嗯 最后再给他算账 书 手账干嘛去了 还不够还账呢 在姨女士心中 既然已经分家了 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钱 花钱用钱都要按约定来 刘先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刘先生不报账的行为 也是他不能接受的 随后他提出不再管钱 刘先生说 妻子所说的规矩 不光是钱上 还在性格脾气上 妻子提出不愿管钱 其实就是因为一句话 我们快过年了 我拿回来一万块钱交给他吧 嗯 我干活的一个小伙子 他拿走了拱钱 我就说咱们生孩子还有钱呢 这一句话他就不愿意 那一次好像是他 不知道从哪个地方 拿回来一万块钱 这个钱初天到手里 第二天的时候他说 这个钱要给干活拱人拱钱嘛 也只要给他六千块钱 我就把一万块钱分开 这个四千那个六千嘛 当时都在一个宝里边嘛 那个四千在那个小宝里边 拿这儿里边嘛 最后他去拿钱了 拿钱了以后 他说 这不是给你一万块钱吗 这拿六千拿剩下的钱呢 你说他这样 不是对我一种不信任吗 我就这么问一句话 这一个过年就没够好 东西砸了一塌糊涂 因为他的 他心里的怨恨也好 或者说愤怒也好 不是因为这一句话 是因为之前的那些 他不能接受的你的做法 而你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们隐隐地感觉到 夫妻俩的情感确实出了问题 经过房子的事情 分家的事情 两个人的心已经渐行渐远了 最终两个月前 在一次口诀后 矛盾彻底激化 两个人是既分家又分手 办理了离婚手续 彻底的结束了他们 长达二十多年的婚姻 这一次离婚姻 我们吵了一个月了 他就是说不清 道不明的吵架 我说我酒精砸了 你暂停 这次是因为保密都熟了 我说保密账到了 你叫我的钱给我吧 我不给 我要换款呢 我要换款行啊 那你不敢咋说 你借我的你钱给我 就一直为了要这个钱的时候 一直闹了一个星期 一直就不给 礼拜五 他哥哥家宅主 你去宅主的话 他说你今天最好 不能喝酒啊 嗯 怕着怕着 他还是喝酒了 他回来的时候 是五点到中嘛 五点到中 进了房子以后 我一看他喝酒了嘛 我也没离死他 到最后他得撒房一趟 你到底啥意思 我当时我一回了一句 我说啥意思 你说啥意思 他说能过都过 不能过就算了 我说那既然算了就算了 下一句这些时候 行了 那你滚吧 就这样 这次为了这样吵起来了 当时的时候 他就直接拿凳子 都开始要去炸他自己 我还用拽着他 吵了一个月了 也就是一个月就没停息 我回来了以后 也不是像他说那种情况下 当时嘛 闹得我现在脑子也记不清楚了 当时闹得一塌糊涂 我气得反正是 我点凳子砸我自己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生气得很呀 气什么 再气什么 一个月了 反正一直挡那一直挡那 我说我们 又不是说我哪个地方做错了 你想一下那天你砸的 砸的到底是你心里的什么想法 你不满的是什么 或者说你委屈的是什么 我委屈的我 啥事情我不叫你管 你不管了就不管了 我天天我去 外面我干活 回来说不好听的话 你回来一顿干什么的饭 你好好几年一年 你也美国做好 我心里面就这样子 不让你干活 不让你干啥 你别挡挡就行了 你每年头到年尾里跟我吵架 也是受不了 在刘先生心中 他不明白 妻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执念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为什么总是要在钱上计较来计较去 他感觉到了生活的压抑和日子不顺心 最终冲动之下决定离婚 可是真离了婚分了手 刘先生又陷入了新一轮的焦虑 每天都在对妻子的不舍和自我反思中度过 那么究竟一逆是在意的是什么 刘先生又忽视了什么 两个人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律师育晨翻诀的 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概括 两人走到今天的原因 首先我要讲你 我认为在夫妻关系当中 你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 就是你对于你的另一半的权利 或者说是想法比较淡 在律律师看来 既然是自己的婚房 主张权利都应该是房屋所有者 也就是小家庭的事情 刘先生在主张自己的权利上 明显有问题 你们已经明去了 那是你们的婚房 相信办了婚礼之后 也明显的房子是谁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父亲就把这房子处置掉了 那么我认为肯定 话说是我 我肯定心里也会有很大的这种 受打击或者挫败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李女士的想法 或者说她的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 给她的支持就非常不够 在律律师看来 姨女士提出的分家 其实就是在对刘先生 在家庭财务处置不当的明确表态 可惜的是 刘先生还是没能看懂妻子 她的又一个无所谓 让姨女士更加失望 才让夫妻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接下来观文老师发言 她又会用怎样的方法 让夫妻俩看懂相处中存在的问题呢 我问刘先生一个问题 我们两人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我走到您面前去 把您手上那块手表给抢下来了 拿了就走 而且我跑得特别快 你还没追上我 请问一下刘先生你会怎么办 那没追上就算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您真好说话呀 报案要不然的话 你前妻 她其实和你的想法会不一样 咋让爷就嘴 知道这婚婚为什么会离了吗 同一件事情 两个人的处理的方向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你们二位 真正在情感上 发生裂缝的时间 和那套房子有关 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第一她看到的是你和她的不对牌 你们两个人的观念想法太不一样了 她不能理解你 同样你也不理解她 还有第二点伤她心的就是 抢她东西的不是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 抢她东西的是她的亲人 是你们的家人 这样气到头上来 这口气哪能咽得下去呢 所以从这个事情开始 你们两个人小小的情感上的裂缝 越来越大 接下来的时候刘先生 你没有想办法把这个裂缝给变小 反而不断地通过一些不恰当的说法 一些言语甚至一些行为的刺激 把这个裂缝变得越来越大了 才最终导致你们两人的感情 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所以刘先生今天呢 你是想朝着复婚的目标 去把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给请回家里头来的 那么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你一定要意识到在过去 你们处理一些事情时 你自己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 钱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就是在面对钱的这个事情上 你是不是能够体谅到 你老婆心里的感受 你是不是能够愿意去认同 她为了这个家庭而做出的一些努力 你是不是会在你的行为当中 是一个真正的一家之主 顶起你该顶的责任来 这个才是这女人到底有没有信心 和你继续过下去的核心原因 最终的结果也许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为了这个结果而做出的努力 刘先生这点是真的很重要的 老人犯了任何的错误 我们不做更多的评价 但是一点 理在咱们家这边 该争的理 有些时候表现出的就是 你对你老婆的重视程度 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而这些往往是女人 愿意回到你身边的最关键的原因 做不到这些的话 其他说再多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老父亲的处理 他作为一个儿子 他能够去跟老父亲去吵去闹吗 老父亲把他的房子处理掉了 他只有不资深 他知道在你这里难过你这个坎 不好跟你说 对不对 他其实很多地方真的是让着你的 你打他骂他 他砸自己 他这也是一种抗拒的方式 不好 你们到那边我觉得真的 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 也不一定就回来要挣这么一点房子 当然你可以讲道理啊 当年之前给了我们结婚的房子 你爸爸这样做真的不太好 然后跟老人家说 是不是老人家我在这里结婚的房子 我们有可能到了年纪以后 那夜落归更也可能会回去 是不是 大家都要留点余地 好好说 那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么越吵越来劲 都上瘾了是吧 有必要走到那一步吗 离婚 离了婚你就 就舒服了 我感觉女方真的要珍惜 很多时候这个男人 不怎么善于表达 很多时候可能不怎么会处理问题 但是他很多时候 是在乎你 是宠着你 能够嫁一个爱劳动的男人 没有什么恶习的男人 不乱来的男人 还有什么不满意 这种男人不多 他能够这样子 今天还是能够 求着你回去 希望能够互婚 他已经很后悔 怎么怎么怎么的 过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房子 还要去纠结 有能力有钱赚了钱 哪里不能安家 所以我真的我想劝劝女方 08年因为那房子吵架之后 李女士提出来 我们经济 你们的经济各自分开 然后你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叫听他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会提出 你们的经济分开 这说明这时候 他已经开始跟你分心了 知道吗 哦 他已经开始跟你分心了 然后你爽快地就答应了 那他的心理就更凉了 你完全没有去解读 他背后的心理动向 就这么茫然地答应了他 因为你认为这是你的好 这是你对他的好 你听了他的 你不知道女人说话 通常都是有动机的吗 你不知道女人经常 会说反话的吗 会说赌气的话的吗 那李女士 其实我很想接官文前面 问你的那个问题 继续问你 你会继续追 看不到影了也会去追 请问你为什么会去追 你追什么 追我的东西 追你的东西 你的东西都已经被抢走了 你已经追不上了 你追的干什么的 在我有能力情况 我绝对要去追的 那你的东西你怎么失去 你才能接受呢 在我心甘情愿下吧 心甘情愿 这个房子94年应该就出现了问题 对不对 94年你前任公公 带着他弟弟的一万多块钱 到你们这来 对 其实他到你这来不久之后 你就知道了这件房子的事情 当时你也提出了质疑 对不对 对 那么请问从94年到08年 处理这个房子 14年的时间 为什么这房子的问题 会被搁置下来 他一直没有解决呀 他没有办法解决 你没有办法解决吗 我咋解决呢 我解决不了呀 我不可能去找他捞点的事吧 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能把这个问题 归结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你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明白吗 然后到08年 你以各种 这叫什么 哭闹的这种方式 去解决问题 其实这在农村来讲 就是自己家人来讲 很多的时候 不会去写一个字句啊 或者是十几年之后 还会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 很多的时候就说不清了 各有各的理解 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 就是通常按照风俗习惯 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东西 去解决问题 很有可能后果是不明朗的 或者结果是不明朗的 对 那么你依然不能在这件事情当中 把这个处理不当的原因 再次归结到你丈夫身上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房子的问题 从开始其实到最后 你都没有足够的理由 把这个事件最终的处理不当 归结到你丈夫身上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你在回答官吻这个问题的时候 包括我后边追问的几个问题 能够让我看到你个性当中 你是过于遵从自己内心的 我心甘情愿的则一好百好 我不心甘情愿的我打破天也不行 那你如果是这样处事的话 这叫不禁人情世故 但是人跟人之间相处 特别是家族当中的人和婚姻之内的人相处 是特别需要人情世故的 有些事情能够接受的就要接受 能过得去的就要过得去 如果都以我们的个性和我们任性而为的话 那婚姻就会变得很复杂 或者是会变得很麻烦 你前夫确实不太有能力读得懂你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思维上比较本分的人 或者是比较固守的人 但你依然不是一个思维比较开阔的人 只是你们两个固守的思维模式不一样而已 离婚同样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通过这件事情重新思考一下 自己在对待婚姻当中的问题 到底从各自的身上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而且从固守的思维模式上造成了哪些婚姻当中 原本可以不成为问题的症结 我们要重新思考它一下 把这些问题都想明白了 把二位在最后想一想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调整成 适合在一起继续生活的样子 在老师们看来 两个人的情感一路走低 是有时间脉络的 其实早一点看清问题 两个人也不会走到今天离婚的地步 问题出在了两个人性格上 要重新走到一起 必须跳出固有的思维 学会自我反思 而在调解员胡建云看来 两人都沉浸在情绪之中 缺少了处理问题的智慧 第一个问题 我们回到房子这个事情上 这个房子的问题该不该追 那我来说的话呢 我认为 从一门的实际出发 这房子就得追 第二个问题 谁和谁是一伙的 他和他老爹吧 他和他老爹吧 我们两个是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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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那是我 那是一个父亲 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无能威力把它弄 不能这么多 从应该的角度来说 从你的角度 谁跟谁应该是一伙的 他和我呀 你们是一伙的 辛辛苦苦打拼 聪明的人 他不管怎么弄 他会抓大放小 那你们家 怎么就弄成这个样子 原因在哪呢 好 我这个先放在这里 这里面有个刺身的问题 有个更其次的问题 这一伙是怎么闹掰的 第三个问题 经过你们两的所谓的努力 你们的损失是变大 还是变小 变大了 损失 怎么个变大法 光为了吵架 巡视太短 吵得要命 然后呢 一个家没了 现在我们只面对客观事实 当你们俩站在一伙的角度 去看这个客观事实 你们争回了几万块钱 其实作为一场战斗来讲 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并不是一分钱没得到 这个时候你们就跟对方 你们俩就跟对方 来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我可以说你们的子弹打光了 你们俩就这点本事 他们那边也觉得委屈了 怎么不给我面子 什么你们以后呢还可以吗 一一几十万 又要跟我们弄这些吗 行嘛 如果你们不给我人情 我们也不跟你们亲情 sao对着干 这个就来的了 可是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 就要回答我们那个问题了 你们怎么闹歪的 这个时候你们俩自乱扎角 你们俩打架 请问你们打架之后 你们的损失变大 还是变小了呢 你们告诉我变大 那请问你们打什么呢 你们俩不错啊 你们俩说实话 大家都看到了呀 作为妻子也好 作为丈夫也好 勤劳肯干 而且其实感情也好 那最后你们打什么架呀 就这一点我看不通 这一点是我对姨女士 唯一的不满的地方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最聪明的人应该是 知道这件事情 差不多这样没办法的时候 就做顺手的人情 在别的地方 得到那些人的支持 同情 理解 喜爱 点赞 从而得到平衡 所以总共演自一句话 你们俩是一伙的 那我一定要散活 记住 散的是我们自己的 真跟别人一样 在胡老师看来 处理家庭问题 真正的智慧 就是在发现不可为的时候 果断放手 把损失降到最低 用豁达的心胸看待一切 这样两个人的情感 才不会出问题 不会陷入到内耗 这是两个人都需要思考的 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 理清思路 密室环节展开 廖阿姨带着姨女士走进密室 在廖阿姨看来 两个人现在都离了婚 一定要学会冷静 管那个房子 它现在是值多少钱 哪怕值一百万 值一千万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好吧 你必须要走出来 知道吧 我们人要学会放下 你看 你上来上去 最后上的是两个 父亲两个 在廖阿姨看来 姨女士的心中是有不甘的 她能够理解 但人更要学会活在当下 回归理性的思考 感觉得出来 姨女士怨的背后 其实是对丈夫的在意 本来我已经给你办到手续了 对 你说你要我去金牌 对 本来讲 我完全可以 不去想这个事情 也许 她的好处 还扎根在你的心里 也许 你可能想过很多很多 一直在挣扎 廖阿姨说 二十多年的情感 不可能说没了就没了 她希望姨女士 重建对刘先生的信任 密室沟通进行的同时 关文老师与刘先生 在场上交换了意见 一个已经办了手续 在法律上面 你们两人已经不再是夫妻了 再一个 她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怨气 积在那个地方 还没怎么把她给发掉 在关文老师看来 离了婚 还对对方有这么大的怨 显然姨女士 还有一些情感没有放下 这一点对于刘先生来说 应该是个好消息 如果是她能够同意复婚的话 那相对来说 你这边要做出的调整要更大一些 就包括你在对于这个房子的事情 和以前的事情 还有第二手要做好的准备 就是我觉得 以我对她的猜测来讲 短期内的复婚是不大可能的 就可能在她心里头会觉得 我看一看你的表现 如果说讲你的表现 确确实实是有改变 她的心里面对这个家和对你 肯定还是有不舍的 在一起过了这二十几年的日子 两位过得都是吵吵闹闹的 那么现在既然分开了 咱们就像年轻人一样 再重新回到男女朋友 再去相处试试看 在夫妻沟通的方式方法上 关文老师也指出了刘先生 在处理夫妻关系中明显的问题 如果你要和你身边这种女人相处 一个就是当她觉得痛的时候 你要比她先着急 比她先想办法去处理 当她觉得有点烦闷的时候 你也要比她更烦 赶紧要用话语去劝慰她 说老婆知道你很难过 确实你这个事情很生气 我也觉得好生气 然后你不要生气了 我们俩去想了什么事情做 把它转移到注意力 你但敢在话语中 稍微地软一点 温和一点 那你老婆的情绪 她就不会再一下子发作起来了 和刘先生沟通之后 关文老师来到了密室 就刘先生的表态 和姨女士做进一步沟通 她其实今天拿出的是一个态度 就是她会意识到 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 而且她也会愿意 主动地来调整自己 包括就是她也意识到 之前对你的这种伤害 那么你呢 其实也应该意识到 你自己存在的问题 性格的固执 沉浸在痛苦中也挺难 拔出来的 那么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咱们先拿一个半年 做一个考察期 因为在这个半年当中呢 你们就像亲人一样的相处 把以前的事情 以前那个家庭的一些纷争啊 都把它抛开来 你自己安安心心地生活 安安心心地过 关文老师的话 让姨女士平静了下来 她希望姨女士 遵从自己的内心 做出一个 不让自己遗憾的决定 密室环节的最后 廖阿姨带着刘先生 来到了密室 见到刘先生的到来 听到她的表白 姨女士情绪很激动 那么在密室结束之后 两个人还有机会 重新走到一起吗 姨女士还会给刘先生 密室也聊了挺久的 聊到现在两位当事人 有什么打算 什么想法 说一说好吗 我想到我们以后 还继续在一块生活 不管以后我的经济啊 条件啊 我都交给我 小孩的妈妈管 我以后我有 以前有做错的地方啊 我尽量地密服 密服一下 希望她守着 这么能守到做到 她既然这样守着 我就这样再维持一段时间吧 我们大家坐在这里面 站在中立的位置 帮你们打量了你们的生活 认为 其实只要调整一下方向 你们日子其实还是可以等 没有比较纯的鼓励 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对 为了老婆好一点 不敢杂上来说 我们今天到你们的奖戏 这都会有感情 调解结束了 姨女士表态 再给前夫一次机会 再走一段 但是能明显感觉到 她的情绪有些低落 似乎很多东西没有想通 调解结束的第二天 我们接到了姨女士的短信 她和刘先生 准备坐飞机飞回新疆了 经过一夜的思考 她的情绪平稳多了 她会努力地放下过去 积极地处理和前夫的关系 再次表达了 对本场调解老师们的感谢 我们也希望 两个人放下过去 目光往前看 跨过这道坎 去迎接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